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这似乎是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首次被故意封停 据推迟介绍 该频道违规内容包括一段特朗普2016年竞选集会的视频 他在视频中对墨西哥将毒品犯罪和强奸犯越往边境发表了评论 另一段视频是 关于他最近在俄克拉河马州塔尔萨集会上的言论 他在集会上谈到一个非常强悍的男人 在凌晨1点闯入了一名女子的家中 对此 推迟的一位女性发言人在声明中称 推迟上不允许仇恨行为 根据我们的政策 特朗普总统的频道已被暂时禁止 在推迟上发表言论且违规的内容已被删除 目前尚不知会封禁多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到 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几天 推迟公司曾表示 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平台上的仇恨和虐待行为 推迟并非是一个对特朗普出手的平台 众所周知 此前社交媒体推特曾标记并删除特朗普的推文 看着这一个个都对自己必如蛇蝎的样子 恐怕特朗普的心里也是一阵心酸 想着自己还没下台呢 就被人到处哄 哎 看来美国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